在这穷楼玉玉的紫禁城当中啊 这一排小房实在是不起眼儿 学徒我呀就不止一次的看到有游客 提着裤子往那儿跑 都以为那儿啊是公厕呢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学徒给您换换口 咱们来到紫禁城 跟您聊聊吧这清代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 这个地方啊叫军机处 这军机处它到底在哪儿啊 哎我跟您说呀 这军机处它藏的挺深 要是没有人告诉您啊 还真不好找 它都并不是啊隐藏在鸡脚杆栏当中 它只不过呢是非常的不起眼 放在哪儿啊也不被人注意 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走啊 什么宝盒店太盒店您溜完了之后 顺台阶下了月台 这儿就是乾清宫广场 这个乾清宫广场啊 是紫禁城前殿后寝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呢从这儿开始啊 再往后可就人家皇上家了 这外臣呢走到这儿就得打住了 您站在这乾清宫的广场上啊 您往西瞧 您一眼呢就能看见龙宗门 这龙宗门啊在咱们以前的小片里讲过 这背面的匾额上啊还扎着一只箭头 您要对这箭头有兴趣啊 您就翻翻流石前边的小片 那儿啊咱们有详细的介绍 在龙宗门内的北侧 有一拉六小帆您看见了吗 哎就是这六小帆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处 在这穷楼玉宇的紫禁城当中啊 这一排小帆实在是不起眼儿 学徒我呀就不止一次的看到有游客 提着裤子往那儿跑 都以为那儿啊是公厕呢 那么赫赫有名的军机处为什么会设在这一排小帆里呢 其一啊他就是离皇上进 他进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这里啊就是养心殿的外墙 往东溜的几步啊就是乾清门 进了乾清门就是乾清宫 无论这皇上啊是亲临着军机处 还是召见军机处大臣 都是又快又方便 再者呢建立军机处的衣室啊 这里本身呢就是一个临时机构 没想啊长远设置 在雍正七年的时候啊 对西北用兵 雍正皇帝就想了 这西北打起仗了呀 要乾粮啊得找护部 要军队呢得找兵部 前线将领官员的任免啊 还得找力部 就连部队的武器装备的制造啊 还得联络公部 这样啊既繁琐又麻烦 太耽误事 干脆咱们建立一个部门是统一调度 于是啊就在龙峰门底下这排小房啊 建立了军机处 把所有管事的官员都拘到一起 统称啊就叫做军机大臣 遇到问题以后呢 统一规划统一办理 咱们搞一个特事特办 这样呢就自然针对前线加快了办事效率 您像这第一批军机大臣吧 他有这个宜亲王印祥 大学士张廷玉 鄂尔泰 还有这户部尚书 蒋廷熙 这些都是针对西北用兵 遇到问题后 能快速拿出处理办法的大臣 这军机大臣是找齐了 可是啊还得有办事员啊 各现代话讲那叫秘书啊 于是乎啊这朝廷啊就从这汉林院 六部内阁 李帆院等等衙门当中挑选着精明干例的官员 来到军机处任职 这些人可不是军机大臣啊 这些人有个单有名词 叫军机张经 可是啊有一句话咱们得交代清楚啊 无论是军机大臣 还是军机张经 您呢都到原来的衙门口去领工资 您是户部尚书 您去户部领工资 您是汉林院的汉林 您去汉林院领钱粮 这军机处呢不再单给一份工资 西北用兵结束以后 雍正皇帝就认为啊 这种统一提掉的形式非常不错 办事效率非常的高 于是呢就把这军机处保留了 也就是说呢 平时这儿啊就放两个军机张经直班 这军机大臣们呢 都各回各的衙门口 各办各事情 一旦朝里边有了战事啊 咱们军机处集合 在共同商议应对之策 到了乾隆年间 这乾隆皇帝呢 为了成就自己实权武功的名号啊 是四处开战 这军机处的地位啊 就更逐渐的提高了 后来啊 竟然凌驾到了内阁之上 可想啊 这军机大臣呢 在有清一代 那真真正正是啊 地位显赫 您看啊 这些牛气冲天的军机大臣 实际上啊 也是论资牌倍 这地位上啊 差距也是不小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这康熙啊 对这个犯过错误的马奇说 你啊 扔留上书房行走 排在张庭玉之后 可见呢 这清代官员啊 论资牌倍 是皇帝默许了的 不知道 您听没听说过 这么个词 叫挑帘子军机 您放心啊 这挑帘子军机啊 他说的绝对不是军机张警 绝对说的是军机大臣 怎么来的呢 我给您说说 这军机大臣处理好朝政以后 首领军机大臣 就要手捧奏折盒 领着军机大臣呢呀 到乾清宫 给这皇上奏对了 因为这首领大臣 手里抱着奏折侠呢呀 他不能掀帘子 所以啊 出于最末位的军机大臣 就得叮巴叮巴的 跑到前头 给这首领军机大臣呢 把这帘子挑开 然后啊 等着这所有军机大臣 论资排辈的 一个一个进到乾清宫 最后自己进去 再把帘子放下 出来的时候啊 他也是一样 可见的这军机处啊 可真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 那么都谁做过挑帘子军机呢 这如今的军机处啊 墙上有一张表 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 什么左宗棠啊 李鸿章啊 哎 包括袁世凯啊 这都做过挑帘子军机 还别说是他们了 就这大名鼎鼎的 河山河中堂 当年刚进军机处的时候啊 也是排名诺位 哎 就是这挑帘子军机 得嘞 今儿这挑帘子军机啊 我就给您聊到这儿 明儿啊 我再给您聊一个 神秘的 有故事的地方 这个地方啊 叫南书房 您要是喜欢听呢 就在留言区啊 告诉我一声 我准备准备啊 明天把故事讲给您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